字幕志愿者 李宗文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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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各位朋友 这是Billy Fong Speaking 又到了这个方舟雜誌的时间 Jacky 你好 是啊 最近忙得痴痴 最近你有看Simon的Patreon嗎 最近有 我終於開始在YouTube會員區 都終於看到他的東西 那太好了 我作為一個從來都不是他的Patreon訂戶 不付錢也可以訂的 是嗎 沈先生的Patreon是有些是free subscribers 不過可能看的文字少很多 是不是他是學生帳戶的 那些 不知道 不過是可以這樣做的 他又 你是不是拿了他的背後帳戶來用 不知道他 我為什麼這樣問呢 就是因為 因為沈先生最近在Patreon 有討論到 可能是保守黨的選情 保守黨裡面的 他所說的就是 沒有一個強人 沒有一個力量出來 令到保守黨的選情都陷入 與此同時 就是Nigel Farage 大家的立場都是 比較傾向更保守的 一個右派的人士 似乎 在沈先生的文章裡面說到 似乎都有多人支持 如果有聽眾不知道 Nigel Farage 你可以想像 當時 英國脫鉤的時候 其中一個推手就是 Boris Johnson 然後第二個第三號人物 其實已經是Nigel Farage 這個人 他參加過五次 如果沒有記錯 就是五次的NP選舉 都是選不到的 他最有名的事情 除了他是英國政壇小強之外 最有名的事情 就是被人扔雪糕 脫鉤 如果沒有記錯 就是他脫鉤的時候 他出來宣傳 還是他是選歐洲議會的時候 就是最後一屆的歐洲議會 英國的席位的時候 他就被人扔雪糕 最近又開始出來選NP 他又被人扔多次雪糕 就是這樣 雪糕吸引寂 但他好像沒有選過NP 但他在歐洲議會是有選過的 都選過多少屆 他有選過很多屆 但他在英國似乎沒有成功選過NP 但他是英國人代表 去歐洲議會裏罵歐洲議會 說他沒有用那個 是的 沒錯 這個時候突然想起 那些人在說 你們為什麼要走進議會 去改變議會呢 有一段時間 比如捷古華拉走進立法會 很多人會這樣說 但Nigel Farage就一於少離 反正他就入了他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想討論這個話題 究竟英國的選舉裡面 有什麼新聞值得我們看一下 以及整個分析都邀請大家 去深山的Patreon看 作為英聯邦的子民 作為BNO Holder Jackie 你也是英聯邦的子民 是不是當是 英聯邦的子民如果是在英國可以投票 我知道 但我真的不知道 你算不算是英聯邦的 算啊 我也是英聯邦的 獨立了這麼久也算的 所以在任何討論之前 我要先做一個Disclaimer 你也是 我是一個Conservative 我立即炒中人班 我有沒有 我沒有 我連車牌也沒有 是的 沒錯 是可以投票的 BNO都可以投票 你這個Conservative 不算是吧 過不了來的吧 不是啊 是英國Conservative 你那個不是加拿大 我經常以為你是加拿大Conservative 不是啊 加拿大Conservative 很Conservative 那些什麼Abortion 那些神經病 我直言真是 真的查不下 老實 如果在這些政策上 哪怕連保守黨的理 都不能夠這麼保守 那些太保守了 你這些基要派 基督教基要派 人家墮胎關你蠢事嗎 就是這樣說 是不是 我們回頭 Jacky 你作為可以投票的人 是不是 我說沒有再resist 英國 我可以投票 那你今次的選舉 你自己個人的想法是怎樣 還是不表態 不是啊 我這陣子真的在計算 究竟哪一個政黨的數目是比較好看的 因為我們這些計算老派 是拿著一份Manifesto之後 計算公共開始 其實很典型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我本身是 很有趣的 我記得我們是不是 北約而同 也訪問過一次 就是Vol for Hong Kong 我們兩個互相約 都是約了Vol for Hong Kong的人 去做投票的討論 他的討論裡面 是不是有一個polling 就是香港人投票意向 用哪幾種議題先行 接著是對華政策 接著到其他 我是那些exceptional 我完全看這個投票意向的時候 對華政策是排到第四、第五的 我估計 因為無論哪一個黨的對華政策 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我相信應該都是兩黨政治 所以分別不算很大 但是最簡單 對我最大的影響 近來當然是稅務問題 只是看數字已經想死 小弟在香港的錢 已經賺得越來越少 因為香港經濟不好 然後看著堅尼地的數字 我又忘記了 堅尼地的廣告費 是跟世界經濟合在一起的 大家正在進入通暗這個衰退的年代 我們就首先被人切廣告費 如果我不小心還要加上巨額的英國稅款 不是說不好 英國的皇家海軍和學校是需要支持的 但是可以支持得少一點點 我就會開心一點點了 是 沒錯 我想我們之前訪問 無論你訪問Full War Hong Kong 還是我訪問Enoch 其實Enoch Enoch就是在跨黨派的一個 討論組織那裡工作的 就是供應他自己的 所以他的觀察 無論是保守黨還是工黨 其實他們對於整個對中政策 其實都是傾向好像現在一樣 是一種比較強硬的態度 又或者是譬如BNO5加1的這個政策 對於他來說 其實是一種resettlement scheme 不是一種migration scheme 過去英聯邦的子民現在受到迫害 你現在要幫他relocate 就不屬於一種移民的方向 所以他的觀察就是 對中立場 又或者是對於BNO的政策 就應該不會有大改變 他的觀察就是這樣 其實我們之前都經常強調一件事 其實都可能跟大家講一講 就是很多大家都猜到 其實就是我們的BNO visa 又或者是其他的政策 包括那些 我記得在美國都有的 即是那些所謂的extension 即是不讓你踢出口的那些 然後另外其他救生艇政策 其實是基於一件事 就是基於那份半年報告 而那份半年報告 香港不合格 都是基於一件事 就是國安法存在 所以其實我們那個Visa的計劃 救生艇計劃有多強硬 就看看我們的國安法有多強硬就可以了 沒錯 你看著它很強硬 你就知道心安一點 嗯 對了 Visa還在 沒錯 剛剛你又講起一些 每個黨派的 manifesto 那麼最近呢 在Financial Times 都有一些新聞去說 其中一個呢 就是 我這樣說 好像 我要平衡一點點 即是他訪問這個 Kia Starmat 那就是工黨的領袖 那麼 他在訪問裡面 其實都看到 他是一個比較平實的人 那麼 那麼 他也是需要告訴大家 他以為我們是要 是 人民是需要希望 但是呢 這個希望是需要 是一個真實的希望 是一個真實的希望 不是一個虛假的希望 那他裡面說到他 就是怎樣做一個法律人 然後他又說到他 一件事就是 他不是一個很普遍的政客 那他就說 人 那些人呢 可能 會想去 就是 有時候會有人跟你說 走快點 走慢點 講大聲點 沒有那麼Active 那樣 但是呢 你最緊要就是 帶到一些人 有一條清晰的路徑 這個是他的訪問 的內容 那麼我也覺得 好像有一點點 雖然他60歲 打後了 原來他這麼年長 這麼年長 這麼年長 但是 他都好像 整體的訪問都好像 有些 有些素人的感覺 也有一點點希望 這個是第一個平衡 第二個就是 如果看這個 《金融時報》 其中一個報導 其實就是講 關於 除了是稅務之外 有一個很瘋的 努力會讓 購入高價錢 即是說什麼呢 就是租房子的時候 就容許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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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租的那些人 他們自己 必須一個高一點的 即高一點的價錢 來租到那裡 因為現在可能 在加拿大租房子 就是你 還慘過入大學 你需要入籍 然後有 提供 還給了 還有 一些唐人 或者某些人 可能他們 是 那些 他們可能會要求 新人來到加拿大租客 去餘繳一年 有這樣的 不可以說 是不對的 法律上是不對的 也有人 亦會這樣做 因為都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如果 努力直接 把這個 攻擊戰 等一些 有興趣的 租客 去 競投一個 單位 我覺得這個政策 就似乎 一般 那在你 評論那個 發表的時候 有哪些經濟政策 令到你覺得 其實 好像兩邊都不太靠譜 或者說這個政策 不行 有什麼想法 其實工黨很多政策 其實是一些現行的事情 很多時候 我覺得其實很相似 比如剛才你說的 必定那一段 神祖在香港人已經在做 沒有一個香港人 是原價租金 當然也有的 很多人還跟他爭取 因為我也跟業主爭取租金 但是我身邊認識很多人 譬如我租得比較小 所以還可以 因為我身邊的朋友 在租一些 可能家裡的單位 是帶家裡 可能就是要上有高堂 下有子女 或者下有子女 你要的房數比較多 其實尤其是去到讀書區 你一定是供過於求 即是求過於供 我見到很多人去租樓的時候 一開始提供的價錢 已經是高於Right Move Right Move多少 他就馬上跟他說 我加10% 然後加完10%之後 有一些沒那麼多貨幣 沒那麼多月入 就是靠貨幣 我一租樓 就說我可以提供12個月 預約 這個也是有很多香港人 所以現在工黨所形容的政策 其實一早已經發生了 市場已經失衡了很久 不用這麼擔心 但是他的稅務政策是比較差的 不過有時候會這樣看 你說 他的稅務政策是比較差的 他的稅務政策的原因是什麼 又是香港人的特色 就是因為工黨想堵塞我們的稅務漏洞 但大家忘記了稅務漏洞 大家以為肯定是老白男才在享受稅務漏洞 其實很多稅務漏洞是什麼人享受呢 就是新移民 我們是享受很大量的稅務漏洞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 麻煩就是我們要看他在堵塞哪些稅務漏洞 現在看看有沒有用這個漏洞 沒有 所以最近你看到很多香港人 尤其是我們 不是很多香港人 有部分香港人 好像我們 其實最近談得最多的人 就是跟會計師談 我們也是跟會計師談 我們現在這樣做 會不會這樣省多一點點 現在這一陣子都是蜘蛛必計 變成一個計數人 現在真的很煩 沒錯 當然 你做生意或者各樣都需要計算這些數字 但又回另一個角度去想 就是說 因為可能Conservative 其實4月的時候 Jerame Hunt已經說了 即是ex checker 已經說了要減稅 諸如此類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其實你都需要想一個問題 就是譬如 例如Lis Trust 他PM的任期很短 就是Richard Sunnick之前那個女的手上 其實那時候剛剛上任 都嘗試推出 就是在公司的稅那裡去減 那他們整個邏輯 其實都是很典型的市場經濟的邏輯 就是公司它可以賺到錢 它自然就請得多人 就帶動了整個經濟 那整個經濟滴漏效應 這個東西呢 就可以推動的 但是其實 這個 現在的營商環境是這樣的 就算你減大公司的稅 或者其實一些超級大的公司 根本就不用交稅 它的註冊也不在 是不是 所以可能去了另一個地方 去避稅 根本就不需要再交稅 那你減了稅 人民的福利少了 但是那個效果又未必看到 整個邏輯似乎 未必是100%好像我們想的美好遠景 所以英國現在我想 最大的經濟問題 或者最大的問題 就是在選舉裡面 就是 誰有一個計劃 可以告訴別人 英國的經濟應該怎樣搞 是啊 這是一個大問題 其實香港人最近經常笑 中國有一個新的數字 就是中國的移民數字 是特別高的 海外不知道有多少萬多個富豪 跑掉了 然後不知去了哪裡 你看一下那個排行榜第二名 第一名是中國 第二名是英國 其實是 這個很典型 一向我們有個習慣 就是英國人如果有錢到差不多 就過美國生活 因為稅不是差很遠 還有就是去歐洲生活等等 因為英國如果按現在我們的比較 就是我們的薪酬 那個tax burden 應該是歷史新高 這個是我們歷史新高的tax burden 比起全國性來說 所以其實現在大家都知道 那個tax是頂不住的 所以obviously 都會相對同意保守黨 那個減稅的方向 但問題就是這裡 你的開支又這麼大 你又要減稅 你減完稅就頂不到開支 你下一句就是綁跌 對不對 你綁跌的時候 大家又要在這裡計算 我家裡有多少綁呢 我拿著很多綁 我又開始搖底 香港人有個好處 就是我拿著很多美元代用券 就是港幣 先頂住 但是多或少 還有綁在手 這些都是大家擔心的事情 而且你綁一跌 經濟又差一輪 那你真是吐白泡也不行 尤其是有部份是做最低工資也好 有部份打算打風流工那些 可能是撿下倉 拿著最低工資 或者拿著最低工資加少少 然後綁又跌 其實就是你的薪金再跌一些 現在的綁也有點危險 所以其實你問我 這一陣子真的在英國 是突然間經濟了的人 以前在香港 投票給什麼人呢 就是民主黨和民建聯 還是民主派 你是沒有想過要計算的 以前我也很感謝 有摸哥這類型的存在 令到生活輕鬆很多 沒錯 但是似乎這個減稅的環境 未必可以在未來的選舉裡面 體現出來 因為最近英國選舉的部門 就公佈發現這件事 非常之可怕 就是今次暫時 就是Electral Commission 他就發現Toris 就是保守黨 就有28千萬 10萬 就是收到30萬磅的捐款 然後呢 然後工黨呢 是收到4.4mil 那似乎呢 無論是有錢人 還是一些 總裁員 都似乎覺得這個 努力的優惠 是無法避免 立即用這個鈔票來投票的 而工黨是多於保守黨 15倍的捐款 是很瘋狂的 但是你記住 這個跟選舉沒有什麼關係 美式的選舉 其實就是選舉經費無上限 但是呢 英式的選舉 是有選舉經費上限的 所以他籌到多少錢都好 只是代表著 他那個選舉裡面 夠不夠錢花 通常夠過了就可以了 剩餘的錢就會落回黨的很多時候 所以你看到 其實給工黨那塊錢 就不是選舉經費來的 就是喂 先給好 有什麼事 鬆手一點 好啊老闆 沒錯 所以似乎 就是商人 或者捐款者 似乎都是 當然啦 有些很passion 都不排除 可能有些corporate donor 可能他們看到條數 不看來都是工黨的 就是他們的勝出 都是毫無懸念的 所以這次呢 就選擇用鈔票 不是選票 先用鈔票來支持工黨 這樣 那麼 我們大概說到這樣 就是 我們可以想一想一個問題 就是究竟 現在英國的經濟狀況 其實 未必是這麼好 雖然他有一點點 back on right track 就是他的經濟增長 可能上個季度 0.6%這樣 那叫做還好啦 但是他 他之前長期都是一般 尤其是在這個疫情期間 接著現在的 就是整個英國的人的 private saving ratio 或者等等的PPP 就是他的消費力 那些 那些 Ratio 那全部都是處於一個 比較低的水平 證明 英國人呢 其實手中 和這個庫頭 都是沒有錢的 唯有勒緊的庫頭 那我想大家呢 是除了考慮這個 中國 sorry 就是 英國政府 對中國的立場之外呢 我們可以多看一看 鼓勵大家多看一看 就是他們兩邊的manifesto 因為他們不同香港的選舉 就是我們以前 經歷過香港的選舉 就是 前面有個民建聯 是不是 旁邊有個民主派 當然是投民主派 大哥 這樣說就有bias 也有些人投民建聯的 是啊 我是 不用想的 是不是 但我明顯不是一個左派 是不是 但是 去到現在 又難得可以享受到 就是自由民主的選舉 是真的大家比幹勁 拼正綱的 大家一定要仔細看清楚 因為是一個民主的exercise 我自己覺得 這是一個煩惱的exercise 剛才像你所說的 英國人是不是很沒錢呢 是好像很沒錢的 其實英國是一個 全世界最奇怪的地方 有錢人就走了 但是又住了在英國 最活該是 註冊不在英國 你說這裡經濟差不差呢 是差的 這二十年的數字都不靚仔 稅收也是英國政府告訴你 收不到稅的 但是你發覺 英國人在外面買東西 還是買得很好 所以其實你這裡的貧富懸殊 是積落幾百年的old money 但問題就是 我們不能夠將這些old money 變成為一個經濟動力 這也是一個挺大的問題 這裡的經濟失去了動力 有動力的old money 就去了三藩市 去了美國投資 走過去 做完風險投資基金的人之後 或者去買完P-Bank的服務之後 就乘搭飛機去倫敦那裡居住 或者去過偏鎮的地方居住 去逛Harrows 住Kensington 那些人很瘋 其實英國是一個典型的國際刀匯 他們很多人的主要收入 其實說真的 現在哪怕香港BNO移民也是 很多不止BNO移民 香港很多移民 我最近認識一些舊一代原居民移民 他們每個大部分收入 都不是在英國的收入 他們還有一份 你當它是Syperland 學費的東西 家用的東西 就是由家裡 從另一個國家調過來的家用 這份家用都遮蓋了很多東西 但這種做法 我猜在英國社會經常發生 除了土生土醉的英國人 沒錯 所以我們多留意經濟政策 好 給大家多一點時間 7月5日 7月4日 7月4日 美國獨立日那天 最後 不好意思我想再說一句 因為我是責任去賣廣告 最後請大家訂閱Simon的Patreon 以及YouTube會員 可以看到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以及最近我們之前有導讀過的 這個子丹福大學的監獄實驗 那個大師班的內容 我們繼續有這個多倫多大學的心理學系的副教授 就是Spike Lee 跟我們一起去討論一下這個子丹福大學監獄實驗 都很值得看的 就是我來之前我本身打算去導讀一下這個東西 原來我們已經導讀過 那就非常之好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都可以去看 以我所知 Simon也有新項目的 你說多慘 他退而不休 但不拍片 真的很大壓力 Anyways他有新項目的 是跟一些飲品有關的 希望大家留意 我問Simon有甚麼廣告要說一說 Simon說有個咖啡project就快出 講了兩句咖啡project 咖啡project 這個就跟我們平時的大師班道徒一樣 說完名字之後 就是這樣 但是大家stay tune這件事 就是這樣 退休 我們大概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